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随着近年来中美双边关系的较大波动 中美在合作之外竞争加剧已成事实 从现在看来 我们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恐怕是长期的 复杂的 以及多层次的 看上去 中美两国好像凡事都在激烈争执 一线相左 其实不是的 中美存在不少共同利益 而双方互不相让的 我梳理了以下 主要是十个问题 第一 人类文明的平等问题 美国靠美元霸权 军事霸权开始在全球薅羊毛 只要开动印钞机 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 如此低成本 高效率的交易 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利益 而在这一体系下 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 成本低廉 体量巨大 制造业发达 贸易门类齐全 更重要的是 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 服务领域的差距 使得占有相应或绝对优势的美国 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 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似乎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 有着各自的角色 分工而互补 也算各取所需 合作平顺 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 中美国等粉饰太平的说法 但显而易见 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 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 中国不可能一直为他人做嫁衣 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 肯定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 矛盾因此而来 近几年 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 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最客观描述 对中国来说 一个国家要维护人民利益 必须对内爱民与对外反霸双管齐下 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第二 国际政治的目标问题 国际政治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合作共赢理念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功名 这一理念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 提出这样的主张不是心血来潮 不是韬光养晦 而是作为一个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国家 全世界都在问我们 我们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在欧美国家空前妖魔化中国的时候 我们需要告诉世界 中国追求合作共赢 但这又和美国优先 盟国优先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尖锐对立 第三 中国国际影响力问题 由美国牵头建立了三个重要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 官贸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其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这两大金融机构就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成立的 老美在这两家机构的份额都超过15% 拥有一票否决权 这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然而近年来 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们通过两组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了 第一组数据是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 2015年之后 有3.8% 提升至6% 第二组数据是中国在世界银行的份额 2018年之后 有4.45% 提升到5.71% 不难预测 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当中的份额还会继续往上升 升得越多 相应的美国等其他国家的份额就会被削减 此消彼长的道理 大家都懂 所以过去一呼百应的美国人气急败坏 不断退出各大国际组织 还肆意破坏联合国和经济联合国世贸组织的规则 但他们已经无力将中国排挤出国际政治秩序 相反 中国牵头的上河组织 一带一路峰会 国际政党高层对话机制 中非论坛等越来越红火 美国人极度不适 第四 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 中国走的是有自己特色的 聪明务实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经济制度方面与国际惯例对接 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 中国的成功引起了举世关注 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在全球范围绽放异彩 重新展现了巨大的魅力 这和欧美国家贫富悬殊 资本狂欢的局面 形成鲜明对比 德国中右翼媒体焦点周刊 5月3日发表评论 标题是 无声的制度变革 我们正复制中国资本主义 却几乎没有人察觉 文章作者写道 西方正经历其历史上最悄无声息的一场制度变更 即国家在市场的参与度提高 这场无声的制度变革背后的秘密榜样 正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加速创新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增速多年来超过美国 令拜登印象深刻 他在参众两院发表国情资文演讲时表示 在与中国的制度竞争这一领域 他将占据自二战以来 美国政府预算的最高比例 第五 中国经济的规模问题 中国的GDP可能在2028年超过美国 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外资流露最多的国家 而外资选择中国 主要是因为中国成功控制了危机 为工厂复工正常流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让整个中国市场能够平稳且安全的运转 美国人如果位居老二 他们面对世界的所有文化姿态都要改变和调整 美国人无法接受 奥巴马说 美国应该永远领导世界 特朗普一上台就找基辛格表态 绝对不能让中国超过 拜登这两天又发誓 任内绝对不让中国超过 所以他们近乎疯狂 不讲廉耻 非要拖住中国 有意思的是 中国经济增速如此之快 一些外媒报道称 这和拜登总统的神助攻息息相关 就在此前不久 拜登宣布将向美国市场注资投入1.9万亿美元 还表示会投入2.3万亿美元 进行大规模的基建建设 随着大笔美元转移到美国民众的手中 他们迫不及待拿着新发的美元 奔赴超市采购各种急需的生活用品 其中大部分就是中国制造的 客观讲 在美国民众眼中 中国商品一直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 由美国议员抨击拜登 称其振兴 美国的投资计划最终便宜了中国 因为美国民众最终会选择 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 变相的 就是在帮中国的经济发展 做贡献 第六 中美贸易的逆差问题 中国人为了获得在世界流通的美元 这个硬通货 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进技术 设备和必需的物资 几十年勒紧裤带 承受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用价廉物美的丰富产品 从美国换取了巨量的美元外汇储备 表面算账货物贸易 美国肯定逆差巨大 中国拥有了巨量美元之后 当然希望向世界包括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 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此层层涉陷 相反 美国希望中国买它盛产的初级农产品 把逆差的美元再挣回去 这不等于中国永远处在用廉价精美的制造品 换美国低级产品的怪圈中吗 中国当然不干 第七 中国外汇的使用问题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 美国人还希望中国手中购买农产品以外的美元 最好全部不花 只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 也就是都借给美国政府使用 他们可以用中国的钱来投资 消费 天底下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道理 因此中国决定 自己的钱 自己花 这就出现了美国拼命抵制 世界各国竞相参加的亚投行 还有金砖国家银行 上合组织银行等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 中国这是要用手上的钱做一部分国际投资 不把鸡蛋装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 之前美国设压 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一呼百应 第八 一带一路问题 截至2021年1月 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了205份 共检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从无到有 有点即面 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蒙古国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 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等相对接 缅甸偏远的小山村里 人们用上了点亮夜空的电灯 马尔代夫有了连接众多岛屿的跨海大桥 哈萨克斯坦实现了出海通道的梦想 老挝的村民们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这在政治 经济 尤其是在金融上 对美国造成了巨大冲击 美国从不以为意到观望了解 到准备参与 到突然醒悟后的处处反对与涉陷 充分反映了美国的羡慕 嫉妒 恨 第九 中国科技的发展问题 中国的科技投入位居世界第二 国际专利申请连续两年超过美国 国际一流期刊科技论文紧追美国 在人工智能 信息继承电路 生命健康 脑科学 5G 空天科技等重大科技领域出现全面整体跃进的态势 令美国惊慌不已 尤其是中国制定了高科技产业发展计划 国家扶持国有企业主导的高速发展模式 更是令美国不安 他们希望中国取消国家发展计划 取消国有企业 永远安于所谓国际分工 做产业链的低端部分 除了中国公之认为 这要求合理以外 中国世人都不会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 第十 中国军事的发展问题 过去我们确实说过 中国不像海外派一兵一卒 但是此一时 彼一时 今天 中国已有两万多家企业 在海外发展业务 每年出境公民人数 更是超过一亿人次 遥远国度的威胁危险着 中国经济现在所依赖的市场 资源和投资 庞大的国家利益 需要得到保护 因此 中国军事发展的指导思想 进行了重大调整 中国正在大力建造航空母舰 五大战机 一小时全球打击能力 和深蓝海军 在海外建立军事补给基地 美国从孤独的称雄世界 到将在世界各地遇到人民解放军 美国人怎么可能一下子适应过来 以前大国之间的对抗都是谁的拳头大 谁说了算 而到了现在面临的危机 是从科技 金融 制度 组织等一系列挑战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 科技战 舆论战等 使得中美双方都有损失 但美国的损失更大 美国不团结 盟友 不听话 中国不信邪 中国处在很好的战略机遇期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该出手时 一定要出手 中国要抓住时代机遇 顺应多极化潮流 因势力倒 趋利避害 大力发挥 大力发展经济 提升综合国力 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这需要全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以前的超英赶美 并不是说说而已 超英已经完成 赶美还远吗